鵪鵬 淋揄 彥坡美女的琴 感覺有點太孤單了 感觉一个没人跟我交流的东西 就想每天把声音唱出来 有一种解脱感 就是一种原始野性的东西 解脱感 当年的崔建唐朝摩颜三杰 当年那第一批的一些摇滚前辈们 就是一个启蒙过程 因为八十年代那时候 我们看好的就是一种闭塞 长城下的大墙围着我们 太闭塞了 我们很多人是麻木的 当年第一笔钱 挣的钱全买 第一反应就买乐器 第一想就是要买好乐器 老的时候我就去世界各地 去每个地方我去买个乐器 这个钮呢就是这个度啊 人生得有度 音高差一点 音就不准确 就对调音嘛 这度拔不好的话 音就不准确 这个东西 直接是你的生命 那时候学琴叫 吉他乐器 我从三岁那年 一下子就打开了一个 所谓的智慧关节 就不再叫吉他乐器 叫弹波乐器 终于找到中国的一个 我们的老龄 那就是古琴文化 我们的老龄 那就是古琴文化 冬冰的 哪有人那么冷 每天就发愣 我们也出现了很多东西 彷徨 绝望 但是人得走过来 摇滚道一定是会低迷的 什么低迷的 这种精神没了 人们妥协的 就对社会的这些 金钱的符号 太敏感了 当年的那个状态没了 那个朴实真诚的东西 没了 我第一次离开唐朝 我又进回唐朝 然后我又跳到艺术队里 我就是一个属于 节奏感的人 我哪个都不属于 我又既不属于摇滚的 又不属于艺术的 我就属于自己 本领性里面的 一个人的正常 规则 然后把它修 修成轻盈的形 快快快快 这眼疤又没头了 这就是这些人 我一直都不属于 这些人的这些人 都不属于 他们都不属于 都不属于 在这里 这些人的这些人 都不属于 普尔琴也是音乐 我用我的琴跟他去对话 全是我自己的一声音乐 一声音乐 一声音乐 一声音乐